在活动中不能说话 要把各种形状颜色 数量不同的树叶和花朵 排成美丽的图案 我们就在合作当中 去找到这个默契 然后又不会去违反了 我们的规则 其实大家蛮尊重对方的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图案 以前显易懂的分享 带出校园妈妈的制度与规范 马六甲慈激举办 校园妈妈培训课 吸引12间小学 120位家长参与 原本看似严格的制度 在妈妈眼中 已然成为一种良好习惯的培养 自我约束 管理自己 就可以更快地把事情完成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把钱放一个空空的房间 以借为制度 以爱为管理 团体之间也会更有默契 大爱新闻 吕佳佳 池秋庆 马来西亚报道